歐瑞偉和李慧健 昨天走出電視城門口 為愛回家之開心速遞開工 見到他們站在門口不久 就有的士來到面前接走他們 他們都說 今時今日只要大家做多一點 整個車程都會愉快得多 做多一步 好客之道 這是一個很基本上的禮貌 人家的氣氛都好很多 起碼有旅遊人士來到香港 知道真是禮貌之多 感覺上是很溫馨 很舒服的 你們有沒有遇過這些司機 你們都很驚喜的 我每次都很好 我乘車的士 司機哥哥都很有禮貌 Harry呢 而且他都很細心 假設我說電視承諾 其實他來到時 他都會跟直 是否前面的車會停或是哪裏停 會細心到在哪裏停 就你進去公司 是啊 還有可能有個水潭 都要走前一點 對 走前一點 小心 小心下車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下車之前 看看有沒有留下東西 小心 下車 這是最重要的 身為藝人 很多時候都要趕時間追通告 的士完全是他們趕時間的首選 KC都說自己是其中一份子 多數坐的士都是趕時間 是 上去的士大哥 麻煩我趕時間 他說沒問題 我會盡快 但我也會說安全為線 是 例如有些路 那路是塞的 好不可以走那條路 我絕對相信他 是 當然沒問題 好 你先說 大熱天時底下 穿著整套西裝拍外景 真是看到都覺得熱 但演出經驗豐富的KC就說 你一身裝束已經很輕鬆 幾熱都好 沒所謂 是否現在 即是你自己已經是訓練有數 完全是… 簡直是訓練有數 因為我們以前拍古裝 太多了 是的 又彈床 又威也 又揹著劍 打來打去 現在已經很舒服 如果聽完你這樣說 我覺得自己很幸福 是的 是否反而你 即是有時穿西裝 三件口那些 一看太陽底下 沒時間就… 因為我本身都大汗 所以我會覺得熱 一會兒就已經流汗了 他要換底衣了 是的